大家好 第一次和一个男主持人 一起走上舞台 感觉很不一样 我也是第一次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康辉 非常高兴 来到2020网络春晚的现场 给大家拜早年了 新春快乐 大家好 我是朱广泉 祝福不用外语千言 关键是我们能在一起过年 一家人最重要的是 齐齐整整 团团圆圆 刚才那段手语再来一遍 来到网络春晚的现场 不妨我们先来年终盘点 刚才说年终奖 年终盘点 年终把总结来讲一讲 OK 我们这是总结呢 不欢迎我吗 不是 你不是主持人吗 这段表演里面没有你 不是 那是两位哥哥人到中年 居然也火了一把 央视boys 对 男孩 对 你们知道他们的年龄 各自是多少吗 今天我们刚刚在化妆间里 为康辉老师欢度了 五十岁的生日 今天小年夜的现场 是康帅的生日 我们一起祝他 小年快乐 谢谢 谢谢大家 我听出来了 小妮还是特别想加入这个组合 我不是刚过了五十岁的生日吗 我退出你加入 我退出我退出 这样还是我退出 因为我觉得我这么年轻 不适合跟他们在一块组 我也退出 我们俩都退出了 你自己玩吧 我加入你退出 这个决定太仓促 不合适 一个都不能少好不好 二字康辉 三字朱广泉 四字 完美 说好了今天要盘点的 对不对 就让二位在我们的舞台上 互相盘一盘好不好 怎么能盘康辉老师呢 怎么想 他已经不用盘了 已经这么圆润了 盘我的是你们吗 盘我的是岁月 漂亮的 不是岁月是一把松果吗 对吧 2019年 彼此都有哪些最难忘的事呢 康辉老师最难忘的事 应该是参与了 国庆70周年大阅兵的解说 国庆70周年的盛典呢 是2019年国家的一件大事 在游行的队伍当中 我看到了那么多 青春的中国面孔 我觉得在那一刻 我看到的是青春的中国 共和国70岁了 但依然是风华正茂 去年康辉老师发了很多的Vlog 那太火了 那脸都是满屏 不是 那个满屏都是好屏 对 脸是满屏 没错 因为胳膊就这么长 您用过瘦脸功能吗 没用过 我们应该确实是给康辉老师一个建议 您确实紧跟时代潮流 但有些工具要用起来 大家就不会再说你是可爱的小松鼠 谁说康辉老师是小松鼠的 康辉老师像小松鼠吗 我给你们俩建议一下 你们俩以后拍这个Vlog的时候 也可以开启个功能 什么功能 比如说我 美发功能 对 你是增发 你是染发 我这个不是白头发 我这是雪梅画 我这还有一张照片 您肯定特别难忘 来看 哎呀 康辉老师 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你看啊 我太难了 是2019年的网络流行语对吧 但就跟我们西洋一样 不是真的在抱怨 而是压力释放 我们释放了压力之后 我们充了电 还会重整形状再出发 哎 漂亮 相比之下呢 某些人西洋的样子呢 就是有点浮夸 小萨西洋 不同凡向 肯定是大脑缺氧 一个正常的主持人 谁一边主持一边西洋 这是那个 央视 boys现在的标准动作了 我们三个可以组成一个新的组合了 叫西洋红boys boys 看到这样的照片 心里难免有些落寞 但是我不需要吸你们的那些氧 我的氧气就是可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 行了 不说我们了 康辉老师排一排他 说一说他的变化吧 2019年我觉得广泉变得越来越暖了 他让那么多人成功地穿上了秋裤 劝军穿着秋裤走 寒潮来袭不会抖 只要不是太显胖 秋裤就要安排上 从共同关注机智过人 到B站成为央视首发 现在是央视 boys里面一朵奇葩 你看 康辉老师 您让我很惊讶 原来您也学会了单押 重点不在单押 重点在夸我是浪怨奇葩 广泉如此地放飞自我 作为他的领导 您不管管他吗 也会提醒 你比如说2019年 有个电影特别流行 叫《哪吒之魔童降世》 热映的时候 他天天在办公室里就念叨 我命由我不由天 我命由我不由天 我有一天实在听不下去了 我说 你命由你吗 你命由我不由天 你就属于直播间 的确 直播间就是我们 新闻工作者的战场 当然我们也很多同事呢 在2019年也开辟了 新的战场 有了新的战绩 比如说 去年我们的新栏目 主播说联播 康帅经常出现在这个栏目里 虽然播的还是一样的新闻 但是呢 语言风格非常的接地气 像什么 努作努待啊 令人喷饭啊 对言大师啊 康帅很帅啊 这句我没说过 所以网友们都说 想不到你是这样调皮的康帅 就我觉得我们那么严肃地 在说那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我们调皮呢 后来想一想一想开了 只要我们说的 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 这就是流行 你看啊 2019年有很多很多 这样的流行 有一首老歌唱出了 大家心底共同的话 变成了年度最流行的歌曲 没有之一 这首歌就是 我和我的祖国 一颗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着一首残歌 新的一年 我相信每个人心中 共同的心愿 是祝福祖国越来越美好 越来越强盛 但是当然我们心底深处 也有自己对新的一年的 期许和愿望 特别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 所有的年轻人都会越来越好 年轻人都做最好的自己 我们的国家才会越来越好 祝福你们 问一下我们的领导吧 对我有什么新年心愿 你对手语老师好一点 今天我们也给朱广泉准备了一个惊喜 我们把新闻频道的各位手语老师请到了现场 我先走了 吓得 现在我有资格当央视博士成员了吧 组不组合无所谓 要不晓妮你单飞 新年天心碎 康辉说得对 谢谢大家新春快乐 新春快乐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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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妮真的很心碎 央视博士原来我不配 没事 还有我呢 晓妮快回来 掌声送给康辉 朱广泉 谢谢